这不前一阵子杭州的小黑朱明哥来西安了吗 而且多次点冰蛋的名字 那在咱老善的地盘上 也不能让朱明哥抢了访头 因广大粉丝和景区强权的要求 让冰蛋出这么一期视频 替朱明哥补充一些细节 没有别的意思 只希望于校于乐 让大家都能够喜欢历史 讨论历史 我们来看第一段视频 我们的冰马友 是不在国外进行展览 也就是说冰马友 国外进 你在别的国家看到 所有的冰马友的展览 可以肯定的都是仿的 都是假的 都是假冒的 其实啊 冰马友在发现的第二年 也就是1976年 已经出国展览过了 而且呢 艺术和国外的各大博物馆 有着密切的交流 曾在卢浮宫 大英博物馆 澳大利亚 埃及 美国费城 日本东京等等 很多地方都有过多次交流 和互换文物展出 到目前为止啊 冰马友已经去过了49个国家 178座城市 海外观众人数啊 达到了3000多万人数 还记得2017年12月 在美国费城参展的 一件冰马友 拇指被美国的小伙子掰断了 那一件冰马友 估价是450万美元 那就是一件真文物呀 街头采访美国一位大爷 大爷就说啊 这小伙子真傻 非要去碰到中国 死贵死贵的文物 我们的文物啊 固然很贵重 但是呢 它的确出过国 只有极个别的 是不能出境胆出的 比如 秦林才会通车嘛 我们来看第二段视频 一般的士兵的那个发剂啊 跟它的方向是相反的 它那个发剂是向左 一般人的发剂是向右 为什么它的发剂是相反的 因为它是贵色的 色剑的时候 在掏剑 如果这个发剂往这边 掏剑作战不方便 所以说细节也考虑到 这些陶友的发剂啊 有的朝右 有的朝左 朝左的不光有贵色勇 还有金绿勇 骑兵 玉手勇 那其用的发剂 朝右朝左有什么说法吗 不同的专家 给出了不同的配色 有的专家说啊 这有可能是个人爱好 就像恶一样 奥特曼头型 也有专家说啊 这是工将为了达到 视觉平衡美观 特意雕刻而成 还有专家说 这是左右手习惯 左撇子就习惯性的 会把这个发剂 挽在了左边 我们来看第三段视频 关键 你看它胸口 有两个神节 看到没有 这是特大功心的象征 也就是说 它获过两次 非常大的融丝钢 首先啊 将军头上戴的这个 叫双卷尾和关 和是一种秦类 特别的勇猛 而且呢 好斗 斗斯乃至 代表的是秦军武士精神 还有啊 在它的胸前和背后 一共有七个胸花 代表它是一个 九经沙场的老战士 而且战功赫赫 这级别的陶勇 四个坑 目前只出土了九尊 所以很稀有 我们来看第四段视频 更关键 你看它手里面 这个磁味的姿势 其实当时拿的是竹简 也就是它 负责技术的能力 这些头戴单板 或者双板长官的 叫中级或下级军力泳 他们手里面拿的 不是竹简 是武器 这个可不敢乱讲啊 军力泳形象看上去啊 神态威猛 相当于今天所提到的 营长或者连长 我们来看第五段视频 知道在这个坑道里面 还发现了什么东西 发现了十许多多的动物的 陶涌 甚至现在已经灭绝了 动物的陶涌 在这里面含涌 我的哥呀 我还真没有听过 有这个东西 还有啊 什么叫涌 人形偶物才能叫涌 这动物啥能叫涌呢 对吧 我们来看第六段视频 身高 脊重都有要求 脊重不能超过七十公斤 第二 降临要超过五年 也就是说你坐了五年 你骑过五年的马 你才可以成为骑兵 人家的老祖宋啊 就是养马的 所以他们对这个骑兵的要求啊 确实很高 但是没有您说的那么详细 还有啊 骑兵的衣服和头饰 这才是亮点 头戴皮变 身着短如 方便 飞身上马 有没有赵武林王胡福奇事的意思呢 那我的观点啊 就是这些 冰蛋在冰马样博物馆 讲解了八年了 我的讲解词当中 不敢说每一句都能够完全无误 但绝对啊 都有相应的资料一句 今天在这里呢 给著名哥查路补阙一下 面对娃娃们 假来靠私底私后 以谢谢个错错答案 对吧 但是啊 还是感谢著名哥 对冰马样的宣传 当然 冰蛋也不是学出专家 有什么讲得错的地方 或者有什么疏漏 大家可以在评论区里面 多多指正 欢迎大家来陕西 来西安 来找冰蛋旅游 哦对嘞 最近就算了 配合防疫工作 杨杨的相当物理 健康最重要嘛 对吧